大家好欢迎来到蒙鹿玩具 唐三本来就是一位翩翩公子是不需要用什么证明的 而这里我说的是唐三在斗罗大陆的二次生命 这次的生命是姑姑月华给的唐三 在姑姑这里真正做到了脱胎换骨 再来说姑姑月华 她是唐三父亲唐浩的妹妹 也是三哥未来的礼仪老师 姑姑无论是在两大帝国 还是在七大宗门 甚至在五魂殿 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任谁都不会不给姑姑面子 唐浩将三哥领到自己妹妹这里 其实还有想要让三哥结交认识更多人的意思吧 但无论父亲唐浩有多少打算 最根本的就是想要让三哥喜去身上的戾气 然后以新的心态 和去面对生活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 其实唐浩从让三哥进入杀戮制度后 就想到未来的某一天 依旧会将三哥带到自己妹妹 这里吧 唐浩要不是为了三哥才不会去见 自己的妹妹毕竟想要解开当年的心结 不是这么容易的 但唐浩去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唐浩开始慢慢接受现实了呢 无论是从什么原因 是真的放下 还是为了儿子不得不妥协 但无论怎样姑姑月华 都是自己人也是三哥未来的老师 姑姑也是个厉害角色 仅用一年 就培养出了一位翩翩公子 不是说三哥从前不好 而是沾染了杀戮之都的戾气 而姑姑却是正好是那个 可以让三哥洗尽千华的那个人 好了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